生而为人不可能事实公平 但有一样东西却是绝对的公平 时间 每个人一天都只有24小时 唯一的不同就是你如何利用 有的人能把24小时过成48小时 而有的人却只能过成一小时 还总是感叹时间不够用 那些能把一天过成48小时的人 必定善于管理时间管理自我 他们也一定获得的更多 正如管理学大师彼得·德鲁克所说的 有伟大成就的人向来善于自我管理 若你也想人生不断前进 得到更深层次的升华 那么以下的这六个好习惯 请务必养成 第一个好习惯 作息规律 快节奏的生活 让很多人都活在一个日夜颠倒 三餐不准 缺乏运动的世界里 晚上不想睡 早上不想起 三餐变两餐 餐餐高热量 能躺着绝不坐着 能坐着绝不站着 长此以往 对自身的消耗是巨大的 不仅精神萎靡 无心工作 还会对身体造成难以挽回的伤害 你必须明白 人是不能被无限透支的 一定要保持良好规律的作息 身体才能有一个好的状态 时刻保持着充沛的精力 才能去追求更好的生活 把握住成功的机会 日本知名作家村上春树 一直以来就是规律作息的楷模 早睡早起 健康饮食 坚持运动 就为了能够终身从事 写作事业 身体健康是一切的前提条件 只有健康这个一的存在 后面无数的零 才有意义 为了你追求的事业 热爱的生活 深爱的家人 请一定要有规律的生活 第二个好习惯是 坚持读书 这两天我重温了朗读者 再一次被董卿的魅力所折服 看到他在舞台上的举手投足 你就能明白 什么是富有诗书 气自华 之前看过一篇关于董卿的采访 说他的卧室里 是没有任何电子产品的 并且一直保持 每天睡前阅读一小时的习惯 几乎雷打不动 可现实生活中 很多人都不喜欢读书 也读不进去书 甚至有人会觉得 反正读了也记不住 不如用那个时间 看电视打游戏 反而更快乐一些 人与人之间的差距 就这样一点点被拉开 在这儿我要告诉你的是 读书与不读书的人 真的不一样 三毛女士曾说过 读书多了 容颜自然改变 许多时候 自己可能以为 许多看过的书籍 都呈过眼烟云 不复记忆 其实 他们仍是潜在气质里 在谈吐上 在胸襟的乌鸦 当然 也可能显露在生活 和文字中 读书 就是会这样 潜移默化地改变着你 更改变着你的生活 也许 你并不自知 千万不要说读书无用 只要你坚持下去 终有一天 会遇见更好的自己 第三个好习惯 控制情绪 与人交往 难免会意见相左 情绪崩盘 这时候 控制好自己的情绪 就显得尤为重要 好的情绪 会让你事半功倍 身心愉悦 坏的情绪 会直接影响到 你的工作 生活 同样一件事情 你带着不同的情绪 去看待 就会得到 不一样的结果 一定要先处理好 自己的情绪 再去处理事情 因为 情绪失控时 做出的决定 事后往往会让你 追悔莫及 不管发生什么事 都不要随便 把情绪发泄在 亲近的人身上 这样既不能解决问题 还会让 爱你的人受伤 发泄情绪 是一种本能 而控制情绪 却是一种选择 就像拿破仑 说的那样 能控制自己 情绪的人 比拿下一座 城池的将军 更伟大 我们要学会 做情绪的主人 而非情绪的奴隶 而当你学会 控制情绪的时候 你的人生 就成功了一半了 第四个好习惯是 有时间观念 在职场中 你会发现一个 有趣的现象 越是成功的人 他的时间观念 就越强 的确 我身边成就 非凡之人 都很有时间观念 他们有着 清晰明了的规划 到了什么时间 就做什么样的事情 从不拖沓 能高效地 完成任何一件事情 而那些 没有时间观念的人 做事往往容易 手忙脚乱 工作效率 大打折扣 工作结果 大都不尽人意 失败的人 或许各有不同 但成功的人 必定都对时间 有着绝对的把控 有时间观念 不仅是对别人 和自己时间的尊重 也是对自己 和别人生命的负责 换言之 如果你热爱生命 就不要浪费时间了 因为生命 正由这一分一秒构成 从现在开始 合理规划时间 保质保量完成 坚持一段时间后 你会发现 整个人 都变得不一样了 当你能够 在有限的时间里 做更多 有意义的事情 生活 也就会越来越美好 第五个好习惯是 反思自己 古语云 人非圣贤 孰能无过 人活在世上 事无完美 人无完人 每个人都有可能 会犯错的 犯错不可怕 可怕的是 总把错误 怪到别人身上 佳佳就经常这样 安排给他的工作 没完成 不想着是 自己能力不足 却觉得是上司 故意为难他 同事之间 发生了矛盾 明明是他说话 带刺挑事 却怪大家 不包容他 同组一起做项目 他负责的部分 出了纰漏 却怪别人 不提醒他 无日三省无身的道理 每个人都懂 但真正能做到的人 又有几个呢 大多数人 在出现问题的时候 第一时间 都会想着 如何推卸责任 如何撇清关系 不会从自身 寻找原因的 若你一直如此 只会责怪别人 恐怕一生 都将碌碌无为 相反 当你开始反思自己 就能清楚地 知道自己的不足 从而更加深刻地 认识自己 学会从失败中 汲取经验 及时改正 才能离成功 更进一步 静坐长思挤过 闲谈 莫论人非 人生就是在一次又一次的反思中 变得日益完满的 周星驰在《少林足球》里说 一个人如果没有梦想 那跟咸鱼有什么分别 这句话听起来十分搞笑 但仔细想想 还真有几分道理 人如果没有了梦想 他就会缺乏奋斗的目标 没有方向 没有意义 每个人生来都是一张白纸 而梦想就能让这张白纸 变得五彩斑斓 有梦想的人 从来都不畏惧 前行路上的艰险 不会轻易放弃 总是充满斗志 爱迪生就是如此 他从小就梦想成为 一位伟大的发明家 在发明的路上 经历了无数的苦难磨练 但凭着自己对发明的热爱 对梦想的坚持 最终功夫不负有心人 成了家喻户晓的大发明家 只要你明确自己的梦想 并且朝着这个方向努力 总有一天会实现的 即使付出万般努力 没有达到你想要的结果 但在这个努力的过程中 你也会收获意想不到的惊喜 生命是一场滋滋不倦的求索之旅 不止于外表 更深入心灵 养成这六个自我管理的好习惯 会让你的人生变得更加丰盈 阳光照亮我的房间 春天温暖我的脸 树叶它还藏在树里面 我们都看不见 奶奶坐在院子中间 看着分笔的画面 白铃鸟儿隆重叫的欢 但我却不明白 如果你也喜欢这篇文章 请点击订阅与分享 也可以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